曾国藩,清朝末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,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和坚持,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四个自觉,对于想要出人头地的男人来说,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,这四个自觉就是,智、横、勤、坚、智、树立高远的目标。 曾国藩曾经说过,有智者是竞成,他本人就是一个励志的典范,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,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,不畏艰辛,克服重重困难,因此,要想出人头地,首先要有远大的志向和目标。 只有有了明确的目标,才会有动力去追求,去付出努力。横,持之以横的毅力。 曾国藩在年轻时,曾经科举不力,连续几次都没有考中,但是他并没有放弃,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,他坚信只要自己持之以横,就一定能够成功。 因此,要想出人头地,需要有持之以横的毅力,只有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,才能在挫折面前不屈不挠,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秦,勤奋努力的态度。 曾国藩曾经说过,天道酬秦,他本人就是一个勤奋的代表, 他在生活中,始终保持勤奋努力的态度。 无论是读书,写字,还是做事,他认为,只有通过勤奋的努力,才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。 因此,要想出人头地,需要保持勤奋努力的态度,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工作,才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。 坚,坚定得信念和意志。 曾国藩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,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意志。 他相信,只要自己坚定地面对困难,就一定能够克服它们。 因此,要想出人头地,需要具备坚定的信念和意志。 只有坚定自己的目标和信念,才能够在面对困难时保持镇定和冷静。 从而取得成功。 总之,曾国藩的四个自觉,对于想要出人头地的男人来说,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 要想成功,需要有远大的志向,持之以恒的毅力,勤奋努力的态度,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意志。 只有这样,才能够在大器晚成的道路上,不断前行并取得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